大門敞開 俄國總統普丁在克里姆林宮 隆重的歡迎習近平 兩人除了正式會談 切述聯合聲明 舉行記者會 最後習近平還出席了 普丁為他準備的國宴 晚宴結束 普丁親自為習近平送行 就在門口前 兩人還有這段 引發外界關注的對話 到底習近平口中的百年變局 指的是什麼 又要如何與俄國一起推動 西方媒體相當緊張 這段對話似乎暗示 中俄將聯手對抗歐美國家 因為就在數個小時前 普丁曾對英國提出警告 英國政府先前已經承諾 要提供挑戰者二世主力戰車 給烏克蘭用來對抗俄軍 如今更打算提供平右彈 這是一種高穿甲性炮彈 由於有放射性 普丁警告無疑是身高核衝突的危險 將會對此進行嚴厲的回應 至於中國各界 如何回應這次的習普會 一般官媒報導 是一面倒的吹捧 包含合作共贏 中俄友誼萬歲 基於民間對普丁的反應 也都是相當正面 這一次習近平出訪 除了展現外交方面的努力 就是要維護中俄友誼 5月份又將邀請中亞領袖 到北京出席峰會 也就是利用經濟政治力量 擴大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力 東森新聞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到底大正外交 caste 兩月ард臘腺 我告訴你